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防备之心总是要有的 面对别人的请求 我们不能什么忙都要帮 而是要有所选择 帮人是情分 而不帮则是本分 毕竟每个人都有生活的难处 每个人的一生都或多或少 有些困难和逆境 当面对无理的要求时 要懂得拒绝 不要做烂好人 有句俗语说 金山不怕虎伤人 只怕人心两面刀 老实善良的人经常容易吃亏 其实也是有一定原因的 这个世上有很多善良的人 他们真心对别人好 却没有换来回报 反而会被人欺负 被别人占尽便宜 对坏人的忍让并不是善良 而是对恶行的纵容 这样做不会拥有好福气 无尺度地忍让 会惯坏得寸进尺的人 红衣大师把人性看得很透彻 这位老僧说 一个人不管多善良 有两种人仅可能少帮 帮多了 福气反而会慢慢溜走 曾经辜负我们的人 辜负的意思是亏负 对别人的希望落空的时候 产生的落寞心情 曾国藩说 择有乃人生第一要义 一生之成败 皆关乎朋友之嫌否 不可不慎也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结交了很多 看上去很要好的朋友 经常在一起吃喝玩乐 彼此互相吹嘘和恭维 玩得不亦乐乎 可是当我们遇到了困难 陷入了困境 渴望朋友能伸出援助之手 帮一把的时候 总是被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 这其实就是一种辜负 一个小岛上放养着一头牛 有两只使客狼靠吃牛粪而生活 冬季来临 一只使客狼对另一只说 他想立刻飞到大陆去过冬 让那只单独留在岛上 这样食物就足够冲击了 他还说 如果他发现丰富的食物 将代谢回来 他飞到了大陆 发现有许多牛粪 还是稀的 就在那里停留下来过冬 冬天一晃就过去了 他又飞回到岛上 另一只使客狼 看见他浑身油光发亮 长得又肥又壮 便责怪他不履行诺言 什么都没有带回来 他答道 你不要责怪我 去责备那地方的自然条件吧 因为只可以在那里吃 一点也不能带回来 曾经辜负我们的人 其实并没有把我们 当成真心的朋友 换句话来说 他们只能同享乐 却不能共患难 俗话说 锦上添花常有 雪中送炭难寻 这句话虽然很残酷 但是也很现实 有很多人 把别人当成要好的朋友 平时宁愿自己多吃亏 也要将就对方的感受 但是越是这样做 就越有可能得不偿失 当你有钱有势的时候 他们在你身旁锦上添花 总想着在你身上 捞一笔好处 哪怕蹭一顿饭也是好的 但是当你的人生 遇到了困境 这些所谓的朋友 皆做鸟兽散 生怕和我们扯上一点关系 甚至还会落井下石 暗中给我们使绊子 一个聪明的人 是不会去帮 曾经辜负我们的人 因为这些人 自私自利 忘恩负义 你帮助了他们 他们不但不会感激 而且觉得你是很好说话的 这样岂不是成了人家成功之路的踮脚石 故意利用我们的人 做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相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但是真诚这两个字 是众多答案中的一种 而且也是为人处事的原则 带人真诚的目的 也是希望获得对方的真心 这是很多涉事未深的年轻人 美好的想法 但是事实上 你付出了真心 对方会以假热情回应 然后我们会产生一种错觉 认为对方也对我们付出了真心 于是就把真心话合盘托出 最后的结果多半是被出卖的 曾广贤文曾说 逢人只说三句话 未可全抛一片心 这句话看似是老生常谈 但却是真理所在 很多人与我们交朋友 无非是想得到我们的帮助 利用我们达到他所期望的层次 可是有的人却反驳道 人和人之间不就是互相帮助吗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 这种互帮互助 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更多的时候 是我们全心的付出 但对方却丝毫不顾及 我们的感受 甚至在事情没办好的时候 还会对我们百般质责和挖苦 遇到这样的人 其实就是在利用我们 这种朋友我们要敬而远之 因为越帮越会结交仇恨 中国有句俗语说 生米恩斗米仇 从前村里有两个人 一个叫李大 一个叫王二 平时都以种地为主 关系很好 有一年发生旱灾 地里颗粒无收 李大家没有余粮 一家人饿得奄奄一息 只好到王二家去借粮 王二送了一生米给他 李大一家人靠着生米活了命 非常感激 就跑到王家去道谢 王二做了好事 心里也高兴 说这样吧 我再送你一生米 李大喜出望外 千万谢地带着一生米回了家 如此计辞三番 李大陆续从王二那里 拿回了一斗米 可是王二家鱼粮也不多 最后只好说粮没了 李大很不高兴 逢人就说王二小气 这话传到王二耳朵里 他也气坏了 本来关系不错的两家人 就此反目成仇 给别人一生的米 对方会感激涕零 而给他一斗的米 对方就会觉得你家财万贯 反而不领情了 有时候 我们把别人当成朋友 不仅掏心掏肺地对别人 而且宁愿自己吃亏 也要让朋友的利益不受损失 一个人越是这样做 越有可能得不偿失 当有人在我们背后捅刀 我们回头一看 恰恰是那个我们帮过的人 这是最让人痛苦的事情 其实这种辜负我们的人 他们的内心非常自私自利 只看中自己的私利 而不会在乎朋友是怎么对他的 这种人非常望恩负义 只能占别人的便宜 而不愿意自己吃亏 当你成功的时候 就围在你身边逢迎拍马 不断地吹捧我们 赢得我们信任之后 就开始占我们的便宜 当我们人生遭遇了困境 需要求他们帮忙的时候 他们就会对我们视而不见 因为怕跟我们有关系 就会给他们带去麻烦 就算我们找到了他们 他们也会推三阻四 向各种办法拒绝我们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经常会遇到这两种人 面对他们的请求 我们需要三思后行 不要帮助了别人 还被人在背后说闲话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其实就是以心换心 至于如何分辨 换来的是真心还是假心 那就需要经验的积累了 但是不管你有多善良 也要多留一个心眼 不要被人利用 更不要帮助曾经辜负我们的人 善良是我们每个人 必须要有的品德 但是如果超过了平衡 对于自身的发展 是没有好处的 高僧就说 如果太过善良 反而会被别人欺负 身边的朋友会越来越少 这是为什么呢 让我们具体来看一看 一 有些人很善良 为什么没有朋友 俗话说 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 朋友对我们而言 是很重要的 没有朋友的人 是很孤独的 可是我们可能就会发现 一个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 有些人明明很善良 却没有什么朋友 善良的人 不仅善解人意 还会热心助人 大家应该很乐意 和这样的人 交朋友才对 为什么善良的人 却会很少朋友 甚至没有呢 可能有如下四个原因 第一 善良是一种良好的品质 而有没有朋友 和交到多少个朋友 在很大程度上 和你的情商有关 往往和品质 没有很直接的关联 品质不好的人 他也照样 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只不过交到的 都是一些臭味相投的人罢了 就像黑帮一样 第二 有些很善良的人 不太善于言语 也就是性格有点内向 缺乏和他人的交流沟通 自然彼此之间不够了解 就很难做成朋友了 第三 价值观不一样 善良的人 无时无刻 都会先替别人着想 看到别人有困难 就会立马帮助 但善良的你 想和别人成为朋友时 别人却不像你这样 以助人为乐的准则 来做人做事 可能 他是信奉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信条 两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 自然就很难走到一起 毕竟 价值观不一样 就会没有话题可聊 第四 善良的人 大多数都是老实的人 很少会拍别人马屁 也不会想方设法去讨好别人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现代社会越来越注重物质了 大部分人都是怀着一定的目的 去和别人交朋友 并称兄道弟的 这一点 在激烈竞争的职场上 表现得淋漓尽致 善良的人 不太会拍同事领导的马屁 也不会去讨好对方 自然和同事领导就会不太亲近 甚至他们都不认识你 那肯定就是做不了朋友的 以上的四个方面原因 只是一小部分原因 还有其他的因素 导致很善良的人没有什么朋友 但我个人认为 交朋友不在于数量 而是在于对方是否真诚待你 这才是最重要的 一生有几个知心真心朋友 就可以了 二 人越心善越没朋友 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一句话 印象深刻 所有的毒药和一切的良药 只是剂量上的不同 万事万物都要讲究一个肚子 在肚之内 事事都能按照原本的规则顺利运转 可一旦过了肚 连好事都有可能变成坏事 包括善良也是如此 有人时常与人为善 总觉得帮别人就是帮自己 多挑朋友多条路 这样的想法本身没什么错 可一旦谁的忙都帮 对谁都心善 也许就会种下苦果 到头来倒霉的人是自己 就像有人帮了错的人 成了农夫与蛇的存在 有人逞强帮忙 最后受埋怨的是自己 有人因善次次原谅别人 受到伤害的还是自己 忙碌半生才恍然发现 心善是好事 但过了肚的心善要不得 甚至有时候越心善越没朋友 其一 太过心善时容易惹祸端 听过一个很有趣的说法 人生有四大多管闲事 扶烂泥 丢朽木 翻咸鱼 烫死猪 人们常说烂泥扶不上墙 朽木不可凋液 咸鱼翻不了身 死猪不怕开水烫等等俗语 来形容一个人没有未来 可有些人选择的生活就是这样 他们不是真的没有未来 只是他们选择的未来 同别人不同罢了 而那些过分善良 过分热情的人 总想以一己之力改变对方 这才是最吃力不讨好的存在 甚至会引起别人的反感 就像身边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小区里有一位很热情的大妈 退休后无事可干 便给适婚人士介绍起对象来 看到一个小姑娘快三十岁还没结婚 便主动要给对方介绍对象 姑娘推脱好几次都没拒绝 这才草草说了要求 大妈这才满意离去 过了不久 大妈真的找到了适合姑娘的男生 两个人见面后感情迅速升温 姑娘以为快到谈婚论嫁之时 突然发现对方已经有了家事 因为这件事 姑娘对大妈发了脾气 怪对方给自己介绍的对象不好 怪对方非要多管别人的闲事 要说大妈有错吗 肯定是有的 虽然出发点是好的 也是真的在为姑娘考虑 但做人做事 不是有了善心 出发点没问题 就一定能做出好事的 有些人 看到别人生病 着急寻找偏方 对方使用后才发现 偏方不仅没用 还会有副作用 有些人 看到别人吵架 便上前拉架 根本不懂前因后果 就果断下定义 有些人 不知道别人想要什么 便着急献爱心 自己努力半天 结果跑错了方向 不是所有善心 都能结善果 太过心善 没有尺度 不懂辨明对错的时候 善心结的 可能是恶果 其二 真正的朋友 不是心善换来的 俗话说 与人方便 就是与己方便 千百年来 人们总是在强调 善良的好处 尤其是在人际关系中 很多人相信 将心比心这个道理 但凡事有利就有弊 将心比心 的确能换来朋友 善良也能拉拢人心 却也会让自己 结交到错的人 当初去西班牙留学的 作家三毛 就吃过太善的亏 三毛出发去西班牙之前 家里人拉着他的手送行 一路上 一直在念叨 要懂得吃亏是福 要与人为善 要勇于承担责任 听了家人劝告的三毛 一直是宿舍里 最和善的人 宿舍的内务 他有时间便主动收拾 别人问他借东西 他能借就借 别人找他帮忙 他很少会拒绝 然而 在他对人友善的时候 却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 人善被人欺 因为三毛 总是很好说话 什么事都愿意做 什么忙都愿意帮 舍友逐渐 把他当成了工具人 逐渐不再尊重他 宿舍的内务 成了三毛 应该履行的责任 别人借他衣服 很多时候是有借无还 别人的要求 他似乎没有拒绝的资格 别人占他便宜 也占得理所应当 终于 三毛爆发了 他在宿舍里大闹一通 收回了所有借出去的东西 再也没给过 舍友好脸色 三毛以为 他失去了朋友以后 只能行单引之 没想到 他这样的行为 只失去了一小部分朋友 却换来了真正的尊重 看清了谁 才是真正想和自己来往的人 心地善良的人 常常对人极其友善 这种友善 能换来一些朋友 可这些朋友 不见得是真的欣赏自己 还有可能是为了利用自己 反而是那些 对人善良有度 懂得维护自己利益的人 才能看清 谁更值得自己来往 总之 在生活中 慈悲善良固然是好 但是一定要得当 不然 一不小心 就会有着罪过 慈悲有分寸 要建立在健康的法度上 不能感情用事 太善良 别人要什么就给什么 千金人物 必有千金之德 德不配位 必有余秧 一个人如果德行跟不上 却突然获得很多财物 或身处高位 而自己根本没有约束 欲望的能力 那么只能让自己 在欲望中沦陷 无法自拔 最终会造成灾祸 殃及自身 因此 千万不要掏心掏肺地对人好 佛的至高慈悲 是无缘慈悲 无缘慈悲 就是无差别的帮助世人 不会因为 谁跟自己的关系近 就帮谁多些 谁求得多 就帮多些 对待众生都是一样 这样的慈悲 才是理智的 才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